打了一個比較偏低的球 滾低球 傳了一個彈跳 來不及 再回傳本壘 拉回來 Out 可以挑戰 對 當然這個本壘是代表追評分的 所以這時候看起來是在進攻方 崇岳準英是決定要做一個電視輔助判決的挑戰 雷審相關的經驗也很充沛 就先叫韋達不要急著做攻守交替了 就靜待 雖然日頭蠻大的 但是就讓裁判們去進行這個電視輔助判決的一個審閱的狀況 那這一個點當然會 因為是本壘的一個追評分是否能夠得到 所以剛才衝回來的江建民是認為他快了一些 因為這是要做觸殺的不是封殺的 沒錯 這個角度裁判應該看得蠻清楚的 因為他遮住我們最佳角度之一 所以他是覺得他第一時間沒有被他出來 後來拐過來踩 對 他是比較慢到 但是他現在江建民的意思是說 他第一時間沒有tag到 所以這個效果可以再看 我們可以定格在剛剛那個動作 是不是有tag到 就是第二個慢動作的那一個畫面 對 第二個慢動作的 第一個好像看不出來 對 因為主演裁判已經擋到了 所以能看的就是第二個那一個 但是江建民是後到 但是那個tag是不是有完成 在這個地方已經在那裡等候了 這個角度比較不是那麼清楚 相對位置 對 前一個的那個比較好 對 前一個角度 或許是可以給技術委員跟主審 可以重新的再來看一看 但其實很接近 說真的這個是 對 定在這個地方 已經補手臨在這裡等他了 對 就他沒有如預期滑過去 他有點好像踩煞車 然後捕手想 你居然沒有過來 只好拉起來去觸殺 那江建民覺得他第二時間 他有再插進去就對了 已經在這裡等了 對 但時間點 就是說從裁判的角度 或瞬間會覺得 確實比較快 但到底會怎麼認定 那剛才是判出局了 哇 進行了一個改判 確實啦 等於是 江建民的那個 真的有在看四足賽 有打東啊 他先停住之後 對方發覺 原本擺在那裡的手套 居然跑者那個腳 沒有順勢再滑進來 然後再拉起來 要去做觸殺的那個瞬間 反而讓江建民好像 找到那個空隙 突然之間 腳就給他踢過去 嗯 嗯 OK 好 大家好